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女生嘛 我准备的也比较健康比较清淡 然后也非常的快爽 非常激动 因为我觉得我今天的菜股准备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OK 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开始吧 当然呢 不出意外的我今天还是准备了鸡胸肉 两个女生又想吃的健康 这个夏天也快要到了 我想要做一道筋味披萨 我当然不是从和面团来做起啊 就是非常简单那种做法 我就用的超市里买的那种玉米饼 把这个鸡肉炒一下 炒成那种金酱鸡丝的感觉 然后和饼子放在烤箱里一起把它烤一下 让它融为一体 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做法 好了 我刚刚呢已经把大概一半的鸡胸肉吧 顺着它的纹理切成了这样的细条 现在我们一起来处一下这个鸡肉 一般情况下鸡胸肉都会比其他鸡肉的部位更柴更干一点 但是我呢 也想到这个口感稍微好一点嘛 所以我的做法是这样 当然不同一点 有不同的做法 我这个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小经验 我往中间呢 加一点点的水 然后呢 就这样子把它抓进去 让这个水分被鸡肉完全的吸收 可以多分几次放进去啊 鸡肉吸收水分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你就发现其实我倒进去挺不少水的 全都被它吸收了 但是也不要倒太多啊 你自己大概感觉到这个鸡肉抓起来呢 水分都在鸡肉的内部没有在外面挂着就差不多了 比如说我现在就觉得它情况比较好了 因为我们还要放料酒啊 也是水分 我把水加进去以后呢 要给它调一个味儿 除一个腥 大家一定记住啊 这个盐呢 一定要最后放 因为盐加进去以后呢 你就把抓进去的水分 又给它 又让它这个释放出来了 这个千万不能这么做 一定要调 调上其他的味道 然后给它封上油 最后再撒盐 这样鸡肉就会比较嫩 碗料酒给它抓进去 撒上一些白胡椒粉 这边呢 它就有一个底味儿了 厨芯的底味儿就有了 再给它封上油 这个是普通的植物油 炒菜用的植物油 好 再给它抓一抓 最后的一步呢 是给它撒上盐 好了 这样这个鸡肉呢 就放在旁边腌制一下 我现在又换回了切菜的板子 我今天还要准备另外一个 我给它请 叫做Avocumber Salsa 它的材料主要就是Avocado 也就是牛油果 然后还有黄瓜 做一个Salsa形式的凉菜 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黄瓜不腌 它不脆嘛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切成丁 然后把它用盐稍微的腌一下 这样子 一会儿我用它的时候 它就非常的爽脆 我的黄瓜这边已经切好了丁 我把它转移到我这边准备好的一个碗里 这个时候往中间撒一点盐 多撒一点没有关系 因为最后我们还是要过清水洗它一遍呢 所以没有关系 这个只是为了让它变爽脆 而已 这个彩椒我有两个用处啊 这些呢 就用来做Avocumber 这些呢 用来卷香味肉 然后这些呢 可以做我经过披萨的topping 那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 smoked salmon肉 我呢 在吃日周斯买了这样一袋 这个smoked salmon 就把它和cream cheese 然后还有彩椒条 捡进这个生菜叶子 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好做 又很有音感 甚至也不用开火 特别适合做这个appetizer 我这黑黑的碗子它是一会儿我 盛放它的盘子 我就直接在这上面surf 对了 这边是我的cream cheese 就是plaincream cheese Philadelphia的那个牌子 非常的standard 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呢 取一片这个smoked salmon 这个是调好味道的 其实就这款特别好 就调好味道 我什么都不用操心 让这个彩椒条 可以再多抹一点cream cheese 因为我觉得它非常的提味 然后我就不用抹开了 我就中间这样放一坨 反正最后都是要卷起来的 ok 这样子把它roll up 一个卷就做好了 然后我就继续把它们卷好 大小个排好它 对了 我刚刚还故意剩了一块没有卷完 然后我打算把它切成丁 也放在那个wacomber salsa里面 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准备 金酱鸡丝的原理 中式传统的金酱肉丝 金酱鸡丝 肯定是用不到洋葱这种东西 这个是完全借鉴了韩式的那个 炸酱面的做法 他们会放很多洋葱 我觉得它比较提味 毕竟是要放在披萨上面 所以我就打算切一些红葱头 好 大概就切了这么多 不要太多啊 因为我们的鸡肉也没有多少 不然炒出来就不是金酱鸡丝 而是金酱葱头了 当然呢 我们还需要一些姜 对了 我临时决定啊 把这个葱头全部给它切完 因为我还可以放一些在我的salsa里面 因为salsa一般都是会有洋葱的嘛 我今天没有洋葱 就用这个葱头咯 不好意思啊 这次的菜谱准备的非常具有灵活性 但是嘛 平时做饭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从来不是看着菜谱来做饭的 我觉得这样还反而比较有趣 放一点橄榄油 然后把这个鸡肉给它划熟 不用炒得太熟啊 因为一会儿我要把酱和这个洋葱一起炒香 这个鸡丝还要后来和他们一起回锅的 所以只要这样把它炒到这个水分大概蒸发掉 然后粒粒分明的情况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接下来同样的这口锅 我们再多放一点油 炒香这个甜面酱还是需要多一点油的 当然我也不会放特别的 这时候呢我就加进去一勺甜面酱 然后放进去我刚刚切好的姜和这个葱头 还有一部分葱头我是要放在salsa里的 所以都不全部放进去 我觉得这看起来甜点酱不够 我再加两勺 我这个勺子很小 炒到它飘出香味的时候呢 就把我们刚刚的鸡丝放进去 清理一下这个勺子 我不知道这个甜面酱的糖的度是多少 所以我肯定有会儿要尝一下 然后从中间补一点糖 这个酱挺咸的 然后没有什么糖 我就加进去两勺吧 在最后放一点黑胡椒 这道菜就完成了 我把它盛出来备用 一会儿呢我们就build up我们的pizza 我来鸡丝盛出来了 现在我呢就准备预热一下烤箱 然后烧一锅水来处理 烤油生菜 同时再把我们的salsa给处理一下 我刚刚已经把黄瓜用冷的清水冲过一遍了 所以它上面的盐水已经全都没了 然后我把刚刚切好的这个彩椒 然后我把刚刚切好的这个彩椒 也放进去了 这个条留下来 一会儿还是要放披萨上面的 然后这个smoke salmon也非常简单 我就直接在这儿切了 把它切成小粒放进去 因为我的盖子都快要来了 我现在的行动非常的匆忙 大家理解一下 然后呢就给它放进去 然后呢我再把我的avocado打开 然后把它切成粒放进来 切avocado的方法非常简单啊 你就拿这个刀顺着这个外壳 就这样划一下 它中间有个糊 所以你切不透它 然后呢你就这样扭一扭它就开了 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avocado 然后我呢还是照例的就在这边切了 这样子划它几道 看不看刀再划几道 然后划几道然后再这样子切它 最难的是把它这个转移进去啊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勺子 这样呢就顺着这个勺子划着这个弧度 这样推它 它就整颗呢全掉进这个碗里了 我把另外一半呢也 按照同样的方法给它处理一下 一会儿呢我要给它 放一些调料调一下味道 但是呢我现在要去 烧一锅水来焯我的生菜了 对了我这骚菜里面忘记了一个东西啊 我的洋葱头 这样会提一些香味 虽然可能会有点冲 不太适合约会吃 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悲惨的消息 刚刚我的camera没有电 所以接下来呢我就只能拿我的手机来 把今天的视频给做完了 所以现在呢我正在 build up这个 tortilla pizza 之前买好的 tortilla 它还是冰冻的状态 我就放进这个烤盘里 我已经洗干净它了啊 鸡肉的路上呢把我 切好 然后掰碎的生菜叶子 放进这个锅热水里煮 健康版呢不炒一下 就焯一下水然后炒一个这儿 然后这个是我的鸡肉 过去标到我们kita吧 闻起来好香啊 这个就是individual size啊 我们两个女生一人一个应该也就饱 我觉得我这个姜应该 somewhere 在这个鸡肉里啊 它现在长的样子 应该和那个鸡肉特别像了 一会儿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点 我可不愿意吃到姜丽啊 然后呢我在上面铺上彩条 彩椒条不好意思 铺上彩椒条 多来一点吧 来点蔬菜 补充维生素 好了 然后我们一起把它放进烤箱去 我呢打算炒它 先炒它三分钟吧 大家看到吗 就这样子 然后我一回头呢 就发现我的生菜也焯水焯得差不多了 好了我的烤箱好了 我们来看一眼就烤得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还是不行 可能还得再来一会儿 我感觉应该是不太行 我再烤它个两三分钟的样子 还蛮烫的 放心啊我的手是洗过的 好了 我就可以把它放进我的餐桌上了 那按照我一向的惯例 我还是要在上面放一些螺了 耶 presentation 它是锅 我这边丢掉了一个视频 我已经在这个salsa里面放进去了黑胡椒盐 还有一些smoked paprika 还有些开眼 都是辣椒啊 我的这个salsa理论上是应该撒一些柠檬汁的 但是我今天忘记买柠檬了 所以我就放一点点苹果醋 一点点就好 它是需要一些酸味的 所以 有办法啦 我还要再放一点点 这个叫做 coconut amino的东西 它味道有点像酱油啊 好了 这是我刚刚超好的 生菜 然后我要在这个碗里调一个汁 我在中间放一点点热水 一点点就好 就是帮助调料更好的融化 这边调料也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些蚝油 酱油 糖 加一点点 还有黑胡椒 我现在一只手拿着手机那么快拧它 所以都只能把镜头给关掉了 不好意思 最后呢我再给它一点辣麻油 因为我觉得今天其他的菜都挺blend的吧 就是所以我用辣麻油 平时我可能就直接用纯的香油了 生菜煮好了 放上桌 来给大家看一下群毛 哒哒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就是这期launch的全部内容啦 这两个大碗里面成的是我guest带来的老火汤 真的是特别的好喝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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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